林书豪这么强 当年也只是一个落选秀 那么2010年的前世顺位都是谁 第十顺位 保罗·乔治 乔治当年也是全美五星高中生 他在高三时成均可以得到25分 12个篮板 3助攻 3抢端 进入大学时大二赛季 成均可以看下16.8分 7.2篮板 3助攻 2.2抢端 当时各大选秀网站和媒体 都对乔治的评价非常高 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小尖锋 给的模板就是皮旁 并且所有技术都会 而且防守能力也属于上乘 2010年体测的时候 乔治的身高只有2.02米 B站2.1米 他的尺寸也很不错 如果他当时身高就有2.06米的话 乔治肯定是前三顺位 但乔治的基本功有点差 尤其是他的运球技术 虽然非常的丝滑 但实在太容易失误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善 有了强壮的身体 可并不会利用 所以这才是影响他选秀的主要原因 第九顺位 戈敦海沃德 海沃德是非常典型的风险摇摆人 在美国 白人球员 哪怕天赋不好的 都比黑人球员顺位高 这是不争的事实 海沃德的身体天赋 明显要逊色于乔治 但也不能算差 海沃德的天赋 在白人球员里 是属于顶级的 最重要的是 他的技术非常成熟 海沃德可以熟练的得分 控球和传球 投篮范温很大 而且稳定 球风也很强硬 得益于他强壮的身体 海沃德移动速度很快 这让他能够去防守一些大底性的前锋 以及速度很快的后卫 对比乔治来说 海沃德在选秀报告上是没有短板的 所以当时所有球探对他更为看好 再加上他是白人 卖票也会更好 第八顺位 埃尔 防鲁克 阿米努 阿米努是这份榜单里面 加是最好的球员 没有之一 阿米努是尼日利亚的皇室成员 而且是有继承权的那种 从小就可以说是锦衣玉石 但阿米努却比谁都努力 他高中去了美国读书 在高中时 阿米努带领球队 获得29胜2负的战绩 并且成军可以得到23.1分 11.2个篮板 阿米努是一个攻防一体的 风险摇摆人 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他身高2米06 地战2米22 这让他在防守端非常的强 大二赛季时 他场均可以砍下15.8分 10.7个篮板 4.4个盖帽 可以说是防守大闸 缺点就是自主进攻的能力不够 投射也不够稳力 但他天赋实在是太好了 2011年快船迎来了保罗 组成空接之城 所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 侧翼防守者 才用手里的8号牵选住了他 第七顺位 格雷格·门罗 门罗在高中时期 赤克艾文斯 战宁斯 同等级别的球员 妥妥全美五姓高中生 门罗是一个传统的内线球员 他的内线进攻技术 非常的扎实 并且门罗的运动能力也很强 在大二赛季的时候 门罗场均可以得到 16.1分 9.6篮板 3.9助攻 光从数据就可以看到 门罗不光内线进攻技术很强 同时 保护篮板和组织进攻都很强 他甚至 还有单场助攻上双的数据 带领乔治成大学 得到了区域冠军 但是 他在NC锦标赛上 爆冷被击败之后 导致他选修顺位下降不少 不然 门罗肯定能挤身前五的 2010年 活赛已经不是之前的平民球队了 怒吼天孙和比鲁斯都走了 大本眼已经老了 球队急去一个内线明星 所以 活赛用7号牵选中了他 第六顺位 爱派尤度 光听名字 很多人估计对他没什么印象 但玩过2K游戏的应该都知道 他是有名的绿卡神器 看过CBA的应该都知道他 他成为过CBA年薪最高的外援 尤其是运动能力非常的强 光看运动能力的话 堪称这一届里 最强的内线 尤度身高2米08 比赛却达到了2米27 动静带天赋都可以说是拉满了 但在大一大二赛季时 他没有受到重视 大三赛季时尤度成为了球队首发 长军可以得到13.9分 9.8篮板 2.7助攻 3.7盖帽 尤度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前三顺位的 但他在选秀之前 遭遇了首关节韧带磁力的伤 这一趟只让他的顺位大跌 但不信心的勇士这两年就喜欢选有伤的 2009年选个库里 10年又选个尤度 但这次他们刮奖刮出了个谢谢会顾 第四顺位 维斯利约翰逊 维斯利约翰逊是这届球员里运动能力最强的没有之一 这句话包括了最优的球员 在大学时 他成军可以得到16.5分 8.5篮板 帮助雪城大学取得了30胜5负的战绩 获得东西冠军 当选年度最佳球员 其实2010年在选秀之前被称为选秀小年 因为这些球员有很多都是大龄新秀 维斯利约翰逊也是一样 他大学整整上了四年 但是他技术仍然没有成熟 还是靠着天赋在打球 他也是当时被球他们一直认为 是最有可能成为水货的球员 但森林郎投铁不信邪 那首轮四号签去选他 觉得他能够打出来 结果选了一个大水货 第三顺位 德里克·菲沃斯 菲沃斯在高中时期也是全美第二高中生 SPN把他排在同界新秀里的第二 但他的天赋是真的炸裂 菲沃斯身高2.08 地站2.24 并且运动能力极强 在高三赛季的时候 场均可以砍下28.1分 13.3篮板 三个抢端 五个盖帽 确实是非常的炸裂 但他进入大学之后 菲沃斯的统治力就在下降 可他高中的表现实在是太猛了 所以篮王也愿意用首轮三号签选他 可他只在篮王打了一个赛季就被送了 虽然之后也打得不错 不至于成为水货 可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顺位 艾文特纳 特纳当年的选秀萌满可是卖敌 因为这两个人 不管是身材还是打法上 都几乎是一模一样 在大学时期 特纳在最后一年 场均可以砍下20.4分 和9.2个篮板 以及6个助攻 他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了 进攻手段极为全面 并且他还有成为组织前锋的潜力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超级巨型的披萨 当时75人队手握绑也轻 毫不犹豫的就选下了他 但特纳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就是他虽然什么都会 可是什么都不惊 到了更高水平的联赛 什么都会就等于什么都不会 第二就是他出手选择太过糟糕 特纳经常会选择那些难度极高的出手 这就导致他的进攻效率非常低 最终高不成低不就 第一顺位约翰·沃尔 沃尔是这一进新秀里最好的后卫 在前世上位里面 只有沃尔这一个后卫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状元 是因为沃尔的运动能力实在是强 他的速度在福克斯进入联盟之前 沃尔就是最快的没有之一 而且沃尔篮球智商也很高 他属于像威上那种一样 大体型的控球后卫 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 当时奇才因为阿里纳斯的烂身 给搞得焦头烂额 他们很想找一个球员来代替他 所以手握状元签的奇才选中了沃尔 然后沃尔只打了半个赛季 奇才就向阿里纳斯送到了魔术 沃尔